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旗头怼到墙上的话 你会发现这台车它屁股在外面露了一小截 还有一个比较有意思的事儿就是你从这儿往上看 这就是一个超跑的姿态 风阻气数只有0.27 这个角度能达到60多度 那么问题来了 我说的这个设计并不是厂家所说的设计 那他们所说的场景定义设计那又是什么呢 那么问题来了 什么叫用场景定义设计呢 场景定义设计还是挺厉害的 比如像你的VIP贵宾不需要这样钻出来再下车 而是体体面面的先站起来 然后再下车 场景定义设计呢 就是当你有一天在路边发现了一个 你心仪的小姑娘的时候 你可以通过这样一个PML的大灯 甚至投射出自己的微信二维码 让它扫一把加关注 或者有一天你发现有个老奶奶 正在艰难的过马路的时候 她也可以给你喷出一条斑马线来 提醒她老奶奶您先走 再或者你今天的心情是愉悦或者是悲伤 都可以在这套ISD的大灯里面 去表现出来 我同事说 这个后排不输给一台什么A8S之类的时候 你看这个座椅除了可以前后移动 它最厉害的是什么呢 它可以左右移动 比如说你可以移过去 就移到了心爱的姑娘的身边 或者这里坐着一个你很讨厌的人 你就可以把它给移开来了 这个有意思 它可以让自己尽可能的躺平下来 脚脱就拉起来了 这个时候你可以躺在这睡一个小午觉了 我这个是很爽的 但我觉得最爽的一点是什么呢 你看就这么躺起来了 上面是给你打开来的呀 你说在这看一会儿 星星看一会儿月亮 那个心情愉悦真是比不了 你看在这呢 会有一块钢琴烤漆的面板 那这块面板和我之前开过的那个圆形车 又有很多的不一样 这个就是共创出来的 说有很多的用户 第一批用户看完这个东西以后 觉得还可以再改进改进 所以呢 设计师马上根据大家的想法 又做了一遍的改进 那这个东西你看它很普通 但是是时候展示真正的技术了 只要我的手往上一摸 你就会发现它会激活很多的功能 来哈 三二一 嘿 你看 上面呢 很多的这个是座椅的通风加热 这个是空调的温度 再在这边呢 风量的大小 甚至是身窗关窗都在这里面去得到体现了 那这样一块屏呢 我们会讲到这是老死宾利 对吧 他们会用很多很古典的按钮去完成 但是中国人喜欢这种有科技感的东西 除了这块屏 我们往下看 这些皮子很高级的 再往下看呢 我们会看到一套英国之宝的音响 整一套东西上来还是挺高级的 挺豪华的 特斯拉蔚来还有奔驰S给了你很大的屏幕 理想万给了你三块屏幕 这台车它给了你很大的三块屏幕 接近15寸接近17寸 到这边直接是接近20寸的一块像带鱼屏似的屏幕 但是它就是没有扶手箱了 而且离副驾驶是稍微有一些远的 那未来在改进的时候 是不是我们可以用手机去与它做一些投屏互动之类的功能 车机系统就不用再多说了 这个价位的车了 市面上主流的高端的车机有什么功能 它就会给你什么功能 还有一点就是细节来了 你听说过环绕立体声 但是你听说过环绕立体风吗 我们普通的车空调风速达到三四五六级的时候 风就是直接怼到你的脸上 这个车它有一个避人吹风的功能 就是风量直接避开你 把温度给你 但是不直接吹到你的脸上 这样就会让你感觉到更加的舒服 总体来说就是有一个春风浮面的感觉 你们发现一个有意思的事 在国内的汽车市场 大和快能解决绝大部分的问题 大就不用多说了 这台车尺寸哪摆着呢 快这台车是真的非常的快 前后双永磁同步的电机 每一个电机的输出功率 都能够达到400多牛米 驱动到100公里 只需要3.9秒的时间 所以说它不仅外观设计 感谢观看 明十四 smelledkop 看到自己是什么 面前转总绝的 certains 详细的程序 词要颤的钱 绊细的致电机 抵时 再转pat感 转账 al撼 什么 可以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有没有觉得这台车讲的故事它很前卫 但是和我们的生活又有点远的感觉 远是以现在的眼光来看确实有点远 但是我们思维要更新一下 你回想一下在8年前10年前的时候 是不是大家还都拼命在办什么借记卡 办银行卡 办存折 那时候网络支付大家都觉得是不安全的东西 但是现在我再让你带个两个钢布 再让你带两块钱 您还带吗 对 你要这么说的话 再往前10年的时间 我们还在躲门着怎么用智能手机 5年的时间我们还在用移动支付 所以我觉得这个时间变化的确是很快很快的 也许再过个一两年它所讲述的这些未来的科技就已经变成现实 就进入到我们的生活之中了 那我觉得这台Hi-Fi X是一台这样的车子 它首先解决了一个电动的问题 然后再解决了一个里面的配置等等高级感的问题 那就像童银说的 它又解决了一个相对未来的问题 把这些科技场景就放在我们前面 也许再过一段时间我们都实现了